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养月季 月季它是一种非常招人崇害的一种花卉 如果说在家庭里面养月季 那么招人是崇害 是非常麻烦的 尤其是一些不太喜欢用药的 不会用药的一些花油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预防来做处理 所以说我们在家庭养月季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通风 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加强通风就会减少病虫害 这是肯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我们用肥的时候 尤其是用一些农家肥 我们一定要谨慎一点 虽然说农家肥好用 但是它比较容易遭遇一些虫害 所以说大家要用农家肥的话 一定要经过完整的发酵 我们在用之前 最好是把它放在太阳下 暴晒一两天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续菌 减少很多虫软和虫害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花油 得月季得了一些虫害 我们该有何简单的处理呢 大家看像我这一棵 已经遭遇了一些小虫子 这种小虫子非常的讨厌 很快就把这个花豹给吃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杀虫水油剂 这种杀虫水油剂 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用了 不需要兑水 也不需要浇灌 不管是新养花的朋友 还是不会养花的朋友 那么使用起来都非常的简单 直接往虫子里面喷一喷 如果是我们喷扫花苞的话 肯定这个花苞很快就会掉下来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大家重要的是要做预防处理 那么这种杀虫水油剂 我们最好是喷叶 尽量的少喷花朵 如果叶剂上面的叶片有虫子 我们尽可能的喷下叶片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花朵里面的小虫子 尽可能的是把它抓走就可以了 要不这样子喷的话还浪费一朵花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养花要以预防为主 如果说等到有害虫 我们再说处理 肯定是会影响到花卉的生长的 如果说我们在家庭养月季 想要它开花朵 不要忘了 给它按时按照来补充铃酸二斤甲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家庭养月季 如何处理这种小虫害 我们下期再见